我儿子张拿铁爸爸是加拿大人 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 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 但是我没跟你们说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 看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啊 张拿铁压根就没把他爸当爸 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 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 我是有一定论据的 你们跟我细屁 你们知道张拿铁一岁半之前 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 在铁岭这边土地上啊 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 就连那种就说说中文 咔嚓就加几句英文 就让我们来check一下 他被子在哪 那类人他也没见过 然后突然间 在拿铁一岁半时的一个初秋 他爸出现了 然后拿铁就从铁岭 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 在这个房子里 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 在拿铁的视角里 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 他还不说人话 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 而在此之前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拿铁一岁半之前 在铁岭的时候 我妈养了一条狗 叫灵灵 灵灵的特点是 白毛 很胖 爱叫 不管他爸叫爸 叫名 有一次骑着大胖姐儿脖子下楼玩 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 遛着狗疯跑 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 快跑 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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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呢 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 但后来有一次 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 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 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说 杰铁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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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也没懂了 乐呵就握手了 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 结果拿铁说 敬礼 坐 大胖姐儿说 谢谢拿铁 爸爸他坐着呢 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 我想说 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 是用后腿那种的吧 用后腿那种的吧 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 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 是一只前腿握手 后腿坐的爱宠 爱宠 我就发现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悟 他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 完全是模仿我妈和领量的方式 领量胖我妈怕他热 天一热就领他去那个宠物美容院 告诉人家说给你搅光光 要不够热 我家儿子都逗这个事 领量又要搅光光了 又要搅光光了 然后有一次在铁领 我老公又去剪头 带着拿铁去的 我老公汉语不好 到那儿鸡啦啦说一堆 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 结果拿铁直勾 我就看着理发师 给这米搅光光 搅光光 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 做一个秘密被我沉逢 我觉得大方媳妇如果知道 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 其实是被儿子溜 心里可能挺难受 但也就一个月吧 拿铁跟他爸熟了以后 就不让他爸表演过什么了 明白了那是爸 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 我跟大方媳妇说 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 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 没别的招 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 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等你老了 我再慢慢跟你说 你都先过去 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 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 和原福岛联合出版的 跟着新华社的文章 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 听说现在还行 你跟着写作的书去去写 咋找灵感 咋动笔 咋用残语 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 给规划好了 所谓嘴笨手笨 都是脑子里除了量不够 听不懂得直接老是给你点 但是我发现吧 大方学书确实是在学汉语 但是他复习知识点的方式 非常另辟习近 比如他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 但是他就是不挖 人家说 先生您在我们的平台上 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提现额度 您如果下载什么什么什么 您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从而享受三年内免利息 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 他就跟他 啊哈啊哈 哇啦哇啦说一堆 给骗子都落疯了 诈骗犯都不适应了 这个用户 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 结果他这边呢 就跟咱们小时候 另用也听力是 他就逮着一个词听懂的 哎我听懂了 那关联子从而 你给我打电话 从而骗我钱 从而我报警 从而把你抓去 把你抓去